It's all about humanity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是迷路 那我们期待的圣诞节改版准备要来啰 那今天是平安夜 在24号的晚上10点呢 官方就准备要释出新的改版内容了 那新的改版内容 他在直播的画面上呢 放了一个新的果实 外观是很像恐龙 那这颗果实呢 还会喷火 那我们是要叫它火龙果嘛 蛤蛤蛤 那我们再来10点就可以准备看到新的改版内容了 好我们看直播去啰 GO 开始啰 哇 坐着真的很开心在跳 这是恐龙品牌 他的屁股后面有一条恐龙的一把 这新的果物 选择在这一段階段 但你将来到这一段新的果物 当然我们还有新的T-Rex果 这是新的优秘果 这是明天的果物 这是完全结束 好 现在是在展示E技能 尾巴掃 扫尾的意思 噢 一个牙齿 这是阿嬷的假牙 现在是X技能 尖叫 四方技能会把敌方吸过 进到面前 然后再打出去 算是一个累积伤害 好 这可以把人直接吸过来 蛮酷的 再来是C技能 猎人之怒 直接冲过去 三个恐龙头 再来是F技能 巨大的飞跃 直接飞过去 然后地盘会产生一个爆炸 这跟那个魔马下的跳跃还蛮像 直接跳起来 看起来它上面也是有一个愤怒指头 它跟龙果跟毒果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集满之后呢就能变成 就能变成为霸王龙 很像我二子女儿在看的 霸王龙 霸王龙霸王龙 它变成了霸王龙 整个画面还有火焰的特效 然后那个被打到的人身上会 那是受惊吓 受惊吓 受惊吓 受惊吓了 可能会有某些特效 整个画面 上面是会有一个标记 那如果离得太遠的标记是会消失 那现在在示范 电神龙的异技 微少 现在叫微少就蠻像的 因为是霸王龙的形态 哇 变成霸王龙之后 这个技能看起来更好看了一点 那他吸低时间是多少 整个技能都不太一样 可以吸过来 然后会出现 风暴的感觉 人兽形态看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霸气 现在变成霸王龙 这个看起来的 比较威武营 然后身上还会出现雕镜 比较威武营 那出现标记这个效果 可能要努手之后 玩玩看得到 这个小蛇 能力好不好 我已经摇起来了 不然耍 乱甩 這個彈跳會有爆炸性 整個都是火焰 跳得還蠻高的 彈跳起來怎麼有點可愛 有點像醜魚的感覺 在那邊一直滾 比較特殊的賣點應該就是這一個標誌 龍果也不會有這個標誌 龍果的話是會有重點 他這個驚嚇 可能有點 效果我們猜一下可能是扣防禦吧 這是 恐龍的那個臉就是骷髏頭 他整個模型看起來很像生病了 還有包紅袋之類的 骨頭都外肉了 現在mpc出來了 這個是打材料嗎 這是修船的材料我們必須要去打樹木 然後會拿到一些特定的材料 跟那個mpc對外 就能幫船 夾血了 原來那個密室裡面的 mpc是船匠 然後聖誕節的mpc這邊出現了4位 這個應該跟以往的聖誕節是類似的 我們要去打糖果 收集糖果 然後再來跟他兌換一些 東西 經驗是兩倍 然後還有兌換 孔系的 萬聖節那個有點類似啊 是收集的東西 變成了 是糖果 這個禮物 從 這個禮物 每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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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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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boy got spirit Saya 那我們看完剛剛的直播了 那這顆果實呢 它整個作風啊 其實跟其他的 魔馬象啊 龍果啊 還有狐狸 都還蠻類似的喔 那變身也是 非常的華麗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沒有想要這顆果實啊 那希望它的價值啊不會 不會超過狐狸果 因為看起來 狐狸的價值 等級還是會比這顆高 所以米露猜它大概在 3000RB到 3500RB左右 值不值得買呢 就看朋友們的需求囉 那接下來是聖誕節的活動 看起來它的活動內容啊 也是有經驗值兩倍啊 或者是 可以 去更換統計 或更換種族 然後還可以抽驚喜禮包 那就看你的 運氣囉 能不能抽到好的東西 活動推出之後 我們可以抽到什麼樣的內容物呢 很期待聖誕節的改版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